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先提到今天我们课程的一个小小内容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阵仗其实非常大 就是可能一些绿幕还有这一个镜头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因为廖老师本身就是在做一些跟摩克斯线上教育 跟一些动画人体制作 还有像是可能像去年他来这边上的课程 不知道怎么会是做 去年来这边上的课程像是那个Sweet Home 3D的一个建模的课程等等 他都有在做这些推广 那他现在本身呢也是在像领东科技大学试船系 或者中正大学 或者说宏光科技大学担任个讲师 那所以说大家等一下 如果你对于可能像今天我们主题是动画制作 那你对于动画制作有些问题 或者说你对一些现状教育的问题都可以去问老师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很久没来很久就是可能好几个月 或是说你第一次来的可以举个手给我知道一下吗 好好好大概一半以上好可以放下来谢谢 就是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活动 那像是你们应该都有拿到一个就是我们的绿 橘色的一个折页 那这个折页呢就是我们这里 职业中心跟创克基地的一个三月份的活动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中张头分署 青年职业发展中心既创克基地 好谁可以完只能念出来 我送他 送他先不要讲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 好就是我们这边跟大家说 我们这边是那个劳动部的一个单位 然后是如果大家走上来的时候 往右手边我们一个橘色的就是一个环境 那边是我们青年职业发展中心 那这边就是一个创克基地 那顾名思义呢 我们这边是可能针对15到29岁的青少年做的一些 他们相关可能是旧创业的服务 可是如果你不在这个年龄范围里面 我们也是可以服务的 所以像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橘色的这折页里面 我们橘色这一面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职业发展中心的活动 可能有包含像你们刚刚第一个看到 还有道立先生3月17号的一个讲座 或者说一些读书会啊 还有一些职业讲座的什么慧智心智足的讲座等等 那翻过来呢 就是咖啡在这一面呢 就是我们的创克基地 就是你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那里面可能包含像你们今天参加的 创克技能工作坊的一个手作课程 然后或者说我们平常晚上的一个基础研习课程 或者说像3月31的我们的一个讲座等等 都可以因为我们活动基本上都免费的 所以都可以来这边参考 然后来这边就是报名我们的课程 那如果呢 你对于比如说你的未来职业方向 或说你今天我想要创业 或者说你今天想要可能是要就业的大学生 或者说你可能想要赚职等等 只要针对就学就业上面的问题 你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些咨询 做一些询问 或者说来了解更多的内容 那有没有还是学生 或者说可能刚毕业没多久 像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蓝色这一个 蓝色这一面 我们有个旅途 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竞赛叫做那个履历竞赛 那有看到那个奖金其实非常高 所以云南哥早安 对奖金非常高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上面的活动 就是真的活动活动很满 然后那这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环境 就是有都有连到我们WiFi了吗 我们WiFi有两个 一个是Maker 2.4G 一个是Maker 5G 密码都是我们的电话 37007777 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我们的折夜上面都有那个我们电话 或是说你可以问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都忘记的话再问旁边的人 这样子应该就有一个人真的会知道啦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厕所在出去的正对面 左手边是那个男侧右手边是女侧 那如果你要装水的话 我们到我们走过去往前走 我们有个垃圾桶 垃圾桶对面就是我们的饮水间 那也跟大家呼吁一下 如果你有垃圾的话 因为我们里面是禁止饮食的 那如果你有要吃东西你要去外面吃 那如果你有垃圾的话 你不要丢厕所 你要记得丢在我们走过去饮水机对面的垃圾桶 这样子阿姨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那以上讲解那么多 有没有谁是还有什么问题 或是说你今天的档案软体 他还没有下载成功了 可以举个手吗 还没有吗 好等一下再请老师去协助你一下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是从9点半到12点半 3小时12点半到2点 是我们的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然后我们下午的课程从2点到5点 总共6小时的课程就是我觉得非常充实 而且就是很难得就是去年我们请过一次廖老师 然后今年我们又请到廖老师就是非常难得 然后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真的从他身上去挖掘到非常多的技能 只是因为我觉得老师如果是在做一个线上教学平台的话 他其实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看他FB的贴文 就是会看到他可能用什么课程 就是还蛮多很多内容还蛮多的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就是报名我们这课程之后呢 虽然是免费的但也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的学习这样子 好吗?那我们就一个掌声欢迎廖老师 谢谢大家 刚后面就是正常版的地方 我忘记看这里了 不要看就不会紧张了 有没有 所以都很正常 所以我刚开始那个自己看才会紧张你知道吗 所以YouTuber最好不要自己看到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当做四下无人 你就很轻松自在 对不对?这样看着他就 哈哈哈哈 OK 那这个 我们呢 OneNote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像这样都会录影下来 所以 如果说各位有需要再去看一下我们上课的资料的话就可以再repeat 好 那像我们刚刚有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去年的 原来去年的也可以看 在这边 这是我们去年的 这个是我的部落格上 就是原则上这些资料都有公开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的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自己进来看 这里面 都在 那么 所以我的部警有变 哈哈哈哈 我有改变一下 跟我们今天的是不一样的 有吗 嘿 我有认真 改变一下 因为外面有钢铁 上次没放 哈哈哈哈 好 那这个呢 您看到之后呢 在这边 这里 我们录影的这个影片 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 我基本上不会就是一段 就一个小时一段 那可能这边 这样同学比较看不到 把它放大一点 就是我们会像这样 0102 所以你哪个地方不了解 你就点进去看就好了 那原则上就是 我录一段之后 我就传到上面去 所以各位呢 今天你有加入我们这个one note 在这里 one note 你从右手边这边 在右手边这里 你会看到有一个 研习课程录影片的一段硬碟 所以如果万一你觉得 我讲的不是很清楚的 你就随时把我replay 没关系 我都不会生气 你晚上 那我刚刚有看 就是早上看一下 有那个 今天凌晨1点45分的 那个 才加入我们one note 第十二位同学 对啊 今天都要上课还那么晚睡觉 然后呢 我看一下 在这里我看一下 成员来 这里 一家 第十二位应该是那个谁 这个预情啊 1点45分 有没有 这两位是今天加入的 好 OK了 那这个是 让大家了解一下 你待会呢 可以到哪边去看这些资料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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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